欢迎收看汉天生活报道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暑假结束前夕,2019年暑期全球青少年领袖培育营 于飞达学院阿卡迪阿分校举行了一场学生分享会 飞达文教育基金会董事主席Vicky Zhang 和参加本次全球青少年领袖培育营的学生们 共同出席会议 主办方代表在会上向本次暑期全球青少年领袖培育营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项目小组及个人 颁发了总统义工服务奖 请看报道 2019年暑期全球青少年领袖培育营分享会 日前在飞达学院阿卡迪亚分校如期举行 飞达学院校长 飞达文教基金会董事会主席Vicky Zhang出席会议 并向在暑期全球青少年领袖培育营 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项目小组及个人 颁发总统义工服务奖 我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就包括像当地的这些跟社区啊市政府啊 我们都送学生去实习啊 让小孩扩大他的视野 每年的寒假和暑假呢 那像我自己 还有飞达很多这些升学顾问 还有我们的这个文书老师 都亲力亲为带着学生去到贫困的地区 那像中国的话呢 我们已经走过第十个年头 基本上我想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我都去过了 从像这个云南啊 然后西商版纳 还有到这个河南 到这个吉林 青海 甘肃 宁夏 湖南 对我们今年夏天开发一个湖南的项目 对我们去到这个湖南大山里头 这个土家族 上家村 他们也是属于国家的贫困 极度贫困村 让孩子去不仅仅是说这个体验人生的阅历 让他们也动手做一些项目 看能不能够就是响应这个 能够帮扶到一些村民 对然后呢 除了这个小贷款的项目之外呢 我们还有像这个环境的项目啊 然后还有这个医疗的项目 其实除了中国大陆的项目之外呢 我们在尼泊尔和哥斯达尼加 也做了将近很多年的这个公益活动 像尼泊尔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教育的 还有人权的 还有帮孤儿院去重建 因为尼泊尔2015年大地震之后呢 其实整个国家的毁坏是很严重的 那很多的学校没有经费 所以我们就组织孩子呢 每年的寒假和暑假呢 去到尼泊尔 帮助当地的孤儿院 粉刷墙壁呀 画壁画呀 十年前 飞达学院开始创建 暑期全球青少年领袖培训营 参加项目的学生 远赴宁夏 尼泊尔等地区扶贫 发放小额贷款 实施环保工程 建立农村健康项目 深受好评 去年开始 飞达学院新增了 哥士达利加湖南湘西扶贫项目 今年暑期 飞达学生远赴尼泊尔扶贫 令每一位参加者都收获满满 回来的时候 我决定要组建一个新的社团 叫Opportunity for Costa Rica 是专门去继续教英文给那些学生的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去学英文了 所以用这样的平台 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学习 也去了解他们周围环境的地方 也去了解要怎么保护那里 多位学生家长出席了当天的分享会 对于飞达学院 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积极做法 他们均表示肯定 希望他是会读书 更会服务社会 所以我们把他送到比较艰苦的地方 让他去感受说 这个世界需要很多人去付出努力 他们就是 作为我们来说 我们很高兴 他在很艰苦的环境里边 去了解这个世界 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帮忙的 不只是读书 他们更需要去服务社会 帮助这个世界 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汉天卫世记者 吕丽川 洛杉矶 阿开迪亚采访报告 日前在South Coast Plaza 由Culture Cafe 比弗利艺术及 比弗利艺术及 拉佛拉合作 举办的一场厨艺鉴赏 与时尚模特儿秀 让宾客品尝意大利美食的同时 还可以向意大利知名主厨 学习厨艺 并欣赏时尚模特儿表演 拉佛拉已经夸出货 和我们比弗利艺术 共同举办的厨艺表演和模特儿秀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也出了一个口号 那就是 我们不跟随流行 不跟随时尚 我们制造时尚 透过本次活动 Quattro Cafe 希望正统的意大利美食 与亚洲文化的融合 创造出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想给我们 以太太的传统的食物 我们做现实的意大利食物 我们也喜欢在我们的传统 与你的传统 尝试混合 与一起合作 现场意大利知名主厨 亲自展示厨艺 示范了四道正统的 意大利美食做法 给现场的宾客们 一个视觉 味觉 嗅觉 及清零现场的美食饗宴 所以今天我会做一个烹饭 我会教训她做四道菜 我们会烹饭 我们会喝酒 我们会喝酒 就像在意大利 本次活动特别与La Perla合作 透过JMK摩特尔的礼服展示 让美食与时尚结合 在宾客享受美食的同时 还可以欣赏到时尚新款的服装 今年也是我们La Perla的65周年 电器活动 今天晚上呢 我们美食与时尚结合的一个活动 会展出我们店内最最经典的系列 意大利美食表演 意大利美食表演和我们JMK代表 将大家有个不同的体验 我相信音乐时尚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美食 永远都是离不开的 看到很多这个特别的节目 很多这里的杰出人士 是我的这个荣幸可以参加 主办方将每个月不定期的举办出 意见赏与时尚模特尔秀 希望有更多的宾客感受到意大利美食 与亚洲文化融合的创意 汉天卫视在South Coast Plaza报道 电影《雪人奇缘》 是继公布熊猫3后 东方梦工厂与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 再次携手打造的一部面向全球 讲述中国故事的动画电影 近日举办了《雪人奇缘》的 第二场慈善电影欣赏会 并得到了华人社区的广大响应 请看报道 电影《雪人奇缘》 是继公布熊猫3后 东方梦工厂与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 再次携手打造的一部面向全球 讲述中国故事的动画电影 该片秉持着东方梦工厂的理念 为全球观众打造具备 好莱坞顶尖制作水准的娱乐内容 日前9月15日 电影《雪人奇缘》 《华人慈善首映》 得到了社区人士的广泛支持 今日举办了第二场《雪人奇缘》 慈善电影欣赏会 并得到了华人社区广大的响应 这是代表Charitable Premiere 慈善首映 我们也是上一次9月15号 《雪人奇缘》首播的时候的单位 那一次呢 我们是跟狮子慧的LADL Foundation一起合作 那这一次呢 我们是EPIA权威保险 来做Tidal Sponsor 我们有135个人 除了EPIA之外呢 同一天我们也有华航联谊会 以及世华还有台商会 还有MacroBowbrite等等的公司宝场 我们请到了SolarMax 也是我们非常大的华人的公司 以及我们的Diamond Wipes 这两个公司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桥界非常有名的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以及Maria Management Company 它是在Hermosa Beach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的慈善单位就是由Purist Group 带领他们的Sheriff的一些小朋友 加上一个Community Church 带来Angel Tree的Program Angel Tree是一群小朋友 他们父母可能在监狱啊 或是有些困难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专注在小朋友的上面 上星期天 主办单位已经为雪人奇缘 卖出了25000美元的票房 而且捐赠了50%以上 给大洛杉矶地区的弱势儿童 本次雪人奇缘慈善电影欣赏会 每个参与的家庭 也捐赠了全新的玩具 派发给慈善机构 谢谢您的赞赞 给予雪人奇缘电影的成功 基于雪人奇缘电影的成功 东方梦工厂承诺 每年都会制作一部介绍亚洲英雄人物 和展示亚洲文化的全球动画电影 那我觉得我希望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看一看我们的中国人 华人和好莱坞的工作团队 一起做出来的杰出表现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雪人奇缘 电影好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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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好看 电影雪人奇缘 本周在北美上映 10月1日与中国大陆发行 邀请全球观众一同进戏院 与魔法雪怪展开一场冒险之旅 No I've got blueberries in places Where blueberries should never be Woo 电影情人 Woo Fearra 21 美国标志性的快时尚品牌 遍布全球800多家连锁店 多次出现在热门美剧中 曾是美国年轻人最喜欢的服饰品牌之一 然而他也没能挺过传统零售业的寒冬 今天美国快时尚品牌 Fearra 21正式宣布 以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 以重组其业务 有媒体表示 Fearra 21很可能将关闭美国178家门店 具体关闭店铺的地址 公司尚未决定 其实一切早有预兆 2016年起 Fearra 21就开始先后退出 比利时、荷兰、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市场 在北美地区的大部分门店也已关闭 2017年据福布斯数据显示 Fearra 21销售额大跌14% 亏损高达4亿美元 去年就频频爆出Fearra 21中国关店的消息 今年上半年 Fearra 21在关闭中国的官网以及天猫和京东旗舰店 并确认正式退出中国 同时开始大面积关闭实体店铺 紧接着6月 更有消息爆出 Fearra 21开始权衡重组方案 希望能带来一丝转机 上个月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Fearra 21因为现金流周转困难等原因 曾在与一个顾问团队合作进行债务重组 但与潜在贷款人的谈判停滞不前 尽管Fearra 21曾发表一份声明否认公司将来破产 但应称两个星期之后 9月30日 他还是宣布了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 要知道在Fearra 21的鼎盛时期 他在全球57个国家开设了超过800家门店 其受欢迎程度可直接比肩 H&M、ZARA等快时尚品牌巨头 而今天Fearra 21将全球闭店350家 几乎是所有门店数量的一半 不仅仅是快时尚品牌 美国的一些传统零售业、药装巨头 都在上演破产以及关店大潮 这些传统零售业意识到无法守旧 开始纷纷尝试转型 却难以跟上消费者的速度 与此同时 H&M、ZARA等快时尚巨头的日子 其实也并不好过 不如2019年下半年后 他们都选择了缩减门店数量 以保业绩增长的应对措施 H&M2018年年报曾透露 该年共关闭了140家门店 而ZARA新CEO上任后 也宣布将关闭250家店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9日 一架美联航波音738飞机 从丹佛起飞后 由于发动机出现机械故障 而被迫返航 该航班为美联航UA-293 于当天早上7点59分 从丹佛飞往奥兰多 在空中大约飞了约半个小时之后 机组人员注意到 飞机引擎发生机械故障后返航 于8时27分平安降落 丹佛国际机场 随后该航班的一名乘客 在推特上分享了相关视频 一个引擎盖在飞机飞行时被掀开 可以清晰地看见 引擎盖在宫中剧烈抖动 消防车已经在跑道旁待命 还好飞机平安着陆 没有乘客因此受伤 美联航已安排乘客乘坐其他 航班出行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拍摄于洛杉矶的地铁里的一则 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视频的内容是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士 在地铁里放声高歌 美妙的歌声瞬间惊念了众人 经事后确认 这名流浪人士原是一名音乐家 他因几年前的一场大病 花光了全部积蓄 变得无家可归 这名流浪人士名叫Emily 今年52岁 他原本是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受过专业的小提琴和钢琴演奏训练 24年前从俄罗斯移居到美国 2001年他得了一场大病 为了治病 他不得不支付巨额的医疗费 2016年后 他因为花光积蓄而流落街头 以拉小提琴为生 在三年前 当他在洛杉矶街头表演时 他价值上万的小提琴被偷 从此他的生活变得越发艰辛 他告诉记者 这是我的收入来源 这是我的一切 小提琴被偷之后 我没办法支付任何账单 包括房租 他随后被赶出了房子 开始了流浪生活 他没有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 没有任何乐器伴奏 他开始在地铁里 为乘坐地铁的人们表演 因为这听起来很棒 他说 我现在睡在一个停车场的硬纸板上 我知道有些人会为我感到难过 但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他在Korea Town的Purple Line的 Nomandy地铁站被警员发现 警员拍摄了他歌唱的那段视频 并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 直到他的朋友告诉他 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网络上走红 经营室 我计划 我喜欢他 我爱你 我爱我们 我爱你 我让你 我来到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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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该视频被上传以来 社交媒体上的朋友都纷纷被Emily的歌声所大动 一位网友写道 我已经在地铁上见到了她好多年 我曾经听过她唱歌 起初我还以为是收音机 每个人都有故事 这样的女人背后也一样 现在Emily希望这些持续的关注度 能帮助她最终离开流浪生活 再重新投入到小提琴的演奏中去 生活终于开始善待她 祝福她这次真的苦尽甘来 感谢收看今天的汉天生活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